因為拍照很快 我可能一個東西 可能不用一秒鐘就拍拍拍 就拍了很多張 可是可能我對那種很快的東西 會沒有感覺 但是如果我在那裡畫 做個15 20分鐘半小時 我會聽到那裡的聲音 我會吹到那裡的風 我會感受到那裡的溫度 那裡的感覺 然後那個整個會記在身體裡面 不是只有一張照片 NEWG的朋友想要做那個 他們步道上的文宣 就是提醒大家 預防人跟熊發生什麼意外或衝突 所以他需要一個文宣 但是他給我的 他們想的稿子是 預防人熊衝突 1什麼什麼 2洋洋傻傻裂的十幾條 我跟他說 我自己爬山的人 我到登山口看到這個 我連一眼都不會看這個 對 那我就開始跟他討論 想說 可是我知道這個事情很重要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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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的動物很重要 對 人的壽命也很重要 對 性命攸關的 然後我就想說 我怎麼樣把這些重要的訊息 傳達出來 就畫的 對 後來用畫的 這張 這一張嗎 對 就這一張嗎 三十家 然後另外還有那個 它旁邊有那個折頁 折頁裡面 其實就是公政府的文宣品 對 但是就是我用畫的方式去講一些 去講那些重要的事情 我沒有去爬山的時候 我是個阿宅 我是那種 我不會規劃 我不會計畫 然後我開車一握方向盤就想睡覺 所以我必須要 有人把行程規劃好 交通安排好 問我你要不要去 我說好 然後他們帶我去 所以基本上我可以去山上的時候 我都是抱著感謝的心 謝謝他們帶我出來這樣子 對 那也因為這樣子 我覺得每次可以去山上 我都很珍惜 其實前幾年爬山 也有一陣子爬得很低 很 膩了 很傷心 因為覺得我們去到山上 哇 抬頭一看 好美麗的雲 霧山 哇 好棒 可是低頭就垃圾 然後或者環境被破壞這樣子 是 是 是 動 對 那千里步道他們推廣 就是用手作的部分 手作的方式去修路 手作它跟用工程大型機具比起來 它慢非常多 是 可是也因為慢 就是你會多一些時間 比如說我們有一次修路 我們要做的路前面有一棵樹 那時候大家就想 哇 這棵樹怎麼辦 但是我覺得手作步道 它就很棒的是 我們可以為了這棵樹 我們不要把它砍掉 我們稍微轉個彎 對 但是如果工程的思維 有一棵樹就砍了嘛 對 就解決了小事情 對 我覺得它可以幫我們思考 跟生命有關的事情 那是畫圖最棒的地方 就是我畫的圖 永遠是不合理的 也對 不然我就拍照就好了嘛 對 對 對 所以你如果拿著我畫的圖 要去爬山 不好意思 你會迷路 真的嗎 OK 就是我專門畫不合理的 OK 但是我覺得我可以用不合理的方法 傳達一些我想要講 以前畫圖就是 就是都是學外國人 學哪一個很厲害的插畫家去學嘛 對 可是學久了發現 我就不知道自己的風格到底是什麼 所以開始找 那我就開始 我搭公車的時候 搭火車搭捷運 或者等公車 那種零碎的時間 我就拿起來畫畫畫畫 對 對 對 然後就一直畫山啦 你有畫過別的東西嗎 有啊 有啊 其實 我畫圖還有另外一個要素 就是 要 什麼事情都不用我去管 對 所以通常是 我如果出了家門 我自己一個人 我可以很瀟灑 我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對 所以我出了家門 我有很多機會可以畫 可是在家裡呢 有小孩 有老婆 有太多事情要顧 沒有辦法 對 對 對 所以你最開心的是那個自由度 對對 那是 那是完全 對 自由的時候就可以畫這樣 嗯 對 對